出門一定要看一下煤氣有沒有關 很重要 那現在我出門 我要跟Justin很好 Justin就是跟我在越南見面的那個西安的中國朋友 好啦出了小區了 這個小區在蘇坤威大道的五石 那我現在要跟Justin見面 然後他也住附近 我們要去拍一下711 我覺得711的東西真的很好吃 所以剛好一直想拍一個711的片給大家看 我知道網上有很多博主也會拍711 每個人的角度可能略有不同 看到Justin 我們今天先在這一家就是老百姓住的這種街區的711 先給大家拍一下就是普通大小的這個其實算比較大的 可能中等規模應該松偏大 但是的話其實在泰國有差不多15000家711 最大的一家也是全世界最大的一家 猜在哪裡 沒有錯 巴提亞 巴提亞 不是在曼谷 巴提亞 Yes 不是在曼谷 對 但曼谷也有好幾家非常大的 而且是有兩層 上面都像餐廳一樣 我們現在街區的這種中等大小的711 所以給大家展現一下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711門口 還有一般都有一些這個ATMG 有時候有兩個三個不同銀行的ATMG在這裡 那你可以用銀聯卡JCB 然後其他的泰國本地的卡 當然還有Visa 所以如果你有這些卡的話都可以在這邊直接刷 而且有些是不收手續費的 說的話可能也就是200泰鎚左右就還好 那一般來說如果收手續費的話 你就一次性拿它的最大的額度 它收的手續費都是一樣的 對 711的話 Justin 你是男生 我們男性同胞的話 先要來到這個區域就是 他今天貨還挺多的 我隨便拿一個 我隨便拿一個 之前每次來這邊的時候 都是看到他空空如也 對 大家看我手伸出來這一瞬間就知道 我以什麼空空如也 這是什麼 King Kong 金剛 對 金剛 然後這個其實 大家不要誤會這不是壯陽的 這個是保健品 但是確實有那個 對男生有幫助 然後他 他這邊還有很多其他的 各種各樣的 人聲啊像這種 對 對 那具體的功效的話 大家網上都可以查 像這個就是有中文寫的 古聲 它就是人聲 對 古聲 在泰國是一個很消耗體力的地方 是 所以說這些東西還是得背著 你看這個 這個的圖片其實就挺直接的 能對焦到嗎 對 這個其實一看就是 幫助我們 幫助無數泰國家庭 讓家庭更穩固的一個小秘訣 沒錯 沒有這個的話 很多家庭就支離破碎了 兄弟 這個大家應該很熟悉 然後很多 中國的同胞都會 帶過這個產品 帶回家 這就是酒喝多之後 你聞一下這東西 會清醒或者你比賽的時候 聞一下 所以在這邊很流行 你如果來這裡玩的話 去酒吧去一些夜店 經常會看到很多女生呢 男生也會 你在喝多之後 會拿這個 從口袋裡拿出來 聞一下 這樣就會結酒 這種小袋裏 這種小袋旅行裝的 很方便 泰國這邊因為太日 所以一般它乳液的話 都帶有保濕 防曬的作品 防曬的作品 防曬乳液 對 都是那種小袋小袋 泰國UA旅遊的人很多 對 你看它下面寫這個 SPF15 泰國的71東西太多了 只要你能想到的 你需要的 它基本上都能滿足到你 然後就在此刻 在拍的過程中 鏡頭中突然出現一位美女 那個感覺是俄羅斯妹是你的菜 對 不去搭菜一下 太好了 搭菜 對 拍一期在三文一兩本如何搭菜美女 上吧 有點衝動 有點衝動 發揮你的魅力 有點衝動 有點衝動 要我四款 鬥爭一下 哎呦毛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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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 衝吧 Justin 哈哈哈哈 在我的慫恿之下 Justin果然衝了 跑得好快喔 嘿 excuse me excuse me 對 我剛才看到你 在那裡 可以拿你的號碼嗎 對 你獨自嗎 沒有 謝謝你 我們可以成為朋友 對 我們可以成為朋友 謝謝 可以給你我的Instagram嗎 對 好 你很快 這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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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去 剛才看到個俄羅斯的妹子 長得很好看 過去要了個聯繫方式 有男朋友 他說他有男朋友 我 我當時都覺得沒戲了 但是他說他可以跟我當朋友 OK 聯繫方式 下回可以一塊出來玩一下 Justin還是年輕啊 他才25歲 對 那看到好看女生留個聯繫方式 他巨快 而且今天是沒有主任 對 今天還挺醜的 哎呀我操累死我了 真累 男人不能說累 感覺多有需要在三位以來買一個補計 在泰國是一個很消耗體力的地方 對 對 沒錯 我還問了一下SINGLE 我真的蠢 我不應該問SINGLE 不然我們就可以有一段和好的故事 但是OK了 就是蠻好的 這樣就是 你也是表達誠意嘛 對 如果辛苦的話我不會 怎麼怎麼樣 對不對 然後我們可以交朋友 他也很成熟 我覺得正常交友 他很像不用當朋友我感覺 對 你緊張他比你更緊張 OK 他是被搭訕的人 但是他看著那麼帥也開心 對不對 我們回歸主題OK 我們回歸7-11 搞什麼東西 我只想說 泰國的7-11像這種規模的 其實已經是真的偏大的 我有見過比較小的 小的可能只有十幾個平方 那這個大的話 這個應該有 這個應該有50平方吧 五六十 對 是吧 可能還不止 然後東西非常多 所以我也不可能 每一樣都是都看給大家看 我就介紹一些 我比較有興趣 我推薦大家買的一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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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這款零食我非常推薦大家 六十泰铢 十二塊人民幣 它有點類似鍋吧 然後呢上面放的是那個肉鬆 鹹鹹 帶有點微甜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甜 可能是它原本那個鍋巴的甜味吧 非常好吃的零食 而且可以下酒 這兩天歐洲杯 我們在看酒的時候 這個就是非常好的這個伴侶 推薦了 這個大家一定要買 當然它有不同口味 那我最喜歡吃這一款 紅的 那它還有紫的 還有橘黃的 還有這一款還是新的 趕快買一下 那各位到零食區域的話 這個是我非常推薦的 鹹味的 它是鹽味的木瓜 非常好吃 酸酸的 喜歡酸的朋友可以選這一款 非常便宜 二十泰铢 各位這一款 在舊宅泰國可以買到的 吐拿魚的罐頭 超級無敵好吃 對 而且大家一定要 記得買這個 有人像的這一款 它裡面的防腐劑是最少的 相對健康一些 當然罐頭的食品 終究是不太健康 所以我建議不要多吃 但是如果大家 想嘗試的話 一定要選這一款 特別下汗 對 各位特別推薦這一款 三污魚飯 大人老人小孩都非常適合吃 我特別喜歡吃這一口 推薦給大家 這個也非常推薦 蝦仁炒飯 也就四十多泰铢 也就四十多泰铢 非常便宜 很好吃 微波羅認一下 簡單又方便 推薦 這個 對 就這個 這個就是 我的最愛 跟蝦肉比起來的話 這個蟹肉飯 炒飯更好吃 跟蝦肉飯是同樣一個價格 四十多泰铢 蟹肉 推薦了 大家如果看我影片有喜歡健身的朋友 或者比較愛健康的朋友 或者比較愛健康的朋友 這一款是非常補給能量的零食吧 對 紫薯 二十七泰铢而已 對 非常解脂 而且有營養 粗糧嘛 各位這邊的雞蛋也是給你分好多種 有全熟的半熟的 然後還有糖心的 當然還有生的 對 所以一般擺在這裡的 像這種兩顆裝的 它會分得很清楚 你看突然就知道它是哪個熟度的雞蛋 像這個就是全熟 這個就是半熟 所以 南西的同胞 我要介紹一盤飲料了 這一款是增加能量的 你開長租車 或者說你工作勞累的時候 或者玩得很累的時候 或者說你的伴侶在一起 你希望達到滿意的狀態 這一款很適合你 來 大家看到這個 MT J5 它是在曼谷自己開餐廳 非常名的一個女廚師 一位姊姊廚師 對 大家來的話 如果沒有時間去她的餐廳 不妨可以來上面來 嘗一下它的味道 因為是我上飛機起來 我要補充一下能量 一頓蒜 雞蛋 雞蛋 空心麵 空心麵 這邊就是你要吃什麼 它都即時可以給你熱 對 然後控熱 那就帶回自己家 微波爐熱一下 都是可以 它那個上面都有標識 如果在這裡熱是多久 然後回家熱 多少碗 多少時間 多寫得清清楚楚 好東西就是萬一你不小心感冒咳嗽 發燒 它這邊的泰諾 泰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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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一些會放在櫃檯旁邊 那在這個藥物的 section這邊 可的這個泰諾 15泰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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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這個15泰諾 3塊 4顆 4顆15泰諾 3塊錢 3塊錢 那如果說 一次吃1顆是吧 差不多 你如果有一些 像這個17株 它這就是8顆 我平時旅遊的話 我都會 如果離開泰國 或者在泰國本地 我都會買一個這個被子 萬一喉嚨不舒服啊 或者有感冒症狀啊 發燒的情況 就可以吃一下這個 感冒和發燒 對 咳嗽都可以吃 對 然後吃一顆飯 發燒也可以吃 對 高燒也吃這個退燒 你燒 你要39度40度的話 你應該去醫院吧 39度40度一般吃退燒 就可以壓下去 這個都壓下去 這個主要是咳嗽 然後感冒 效果比較好 已經熱好了 還有一個東西跟你講一下 Carbon 拉肚子吃的 這個拉肚子 Carbon 對 來泰國肠胃不好的 然後對它的飲食啊 什麼生蝦生蟹吃不慣的 提前吃一顆這個 或者蒸到拉肚子吃一下 非常健康 開門咖 拜拜 My car is home for me My car is home for me My car is home for me 曼露 阿奶呢 嘗嘗 來 阿奶 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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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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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人的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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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下雨了 該起風了 趕緊撤吧 東西都拿了吧 對 剛才那個小妹妹 不知道她要跟我們講什麼東西 然後她那個翻譯 然後好像翻譯得也看不懂 可能就是問我們 可能問問我們要頻道吧 她接下來想看 對 我明天再過來一下 不知道什麼意思 不知道什麼意思 然後她要工作她忙了 然後我們就先撤了 如何點評泰國的7-11 7-11就是說像這種日常的 像這種可能中等大小的規模的7-11 就是東西真的太多了 你要什麼東西你想到的也有 想不到的也有 確實 你知道嗎 然後 要下雨了 然後那個就是我們平時不拍的時候 覺得也很多 今天拍一片就真的感覺很少 好多 好多都不認識 是的 然後你如果是想省錢 然後回上去餐廳的話 這邊東西又衛生又好 對 質量非常好 我從來沒有在7-11吃完東西 然後拉肚子之類的 從來沒有 就70左右 然後而且吃得那麼豐盛 還有我在東南亞這麼多國家 沒有一個7-11比泰國的 沒有一個便利店 比泰國的便利店 東西豐富 全世界71的質量 日本跟泰國是 對 排第一第二 這個越南的便利店 裡邊有洗髮路 沒有沐浴路 對對對 就是總是缺點東西 然後你在這泰國便利店 什麼都能買到 電話卡都是在71半 對對對 對好餓好餓 然後我們買了一些吃的 就剛才 推薦了幾個 對然後我們現在就是回家 你會發現你看我們走回來也就兩分鐘 那在泰國基本上就是平均來講 五分鐘之內你都 全部一個 對五分鐘之內你都可以找到一個7-11 非常方便 全泰國有15000個開玩笑 回到房間了 然後Justin買的這個蒸餃 好像很燙 對很燙啊 熱完了 也是我的最愛 他之前沒有這一款韭菜蒸餃 我覺得這一款可能更多的是 為了考慮到我們中國同胞的口味 對他新作的這一款韭菜 蟹的豬肉的蒸餃 超級好吃 對 夠了 就剛才那個女生嗎 是不是 你再給我 她